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來觀賞我的視頻 和阿里伯伯一起來練武功,學習StudyWorks 3D繪圖技巧 希望看完每集視頻後,對你有所幫助 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阿里伯伯練功夫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這一個弓箭 看起來好像蠻複雜的 是有比較複雜一點 但是我們好好把它研究一下 看怎麼樣把它解決,怎麼樣下手 會比較順手,比較快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主題 它這一個 廠200寬100 這一個物件 中間下面它 有挖了三個洞 距離是7.525 它高度是10mm 這邊畫一個圓形 那兩邊的高度不一樣 一個是25mm 一個是40mm 這個是主體的部分 再來,第二個部分就是這個部分 它是有角度的30度 其實它這一個弓箭 其實是讓我們學習 如何建立一個正確的一個面 然後從這個面來 繪製 像這個一樣 它這邊是20度 它從邊邊弄一個20度 這信念我們繪圖 從一般的三個平面裡面 再繪製另外其他的平面 繪製各種不同角度的一個形狀 這個我們好好看一下 這第一步步驟 大概是從這個主題先把它畫出來 第二個步驟呢 從這邊漲料下去 然後這個漲料下去的話 這個細節就比較好處理了 第三個步驟就是從這邊 一樣從這個平面漲料下去 其他的細節就比較好處理了 也就是說三分三個步驟 一個步驟處理這一的主題 第二個步驟處理這個主題 第三個步驟處理這個部分 大概就可以完成了 好 那我們處理好以後呢 我們了解到這個大概狀況以後呢 我們將這個行李先把它隱藏起來 這個就是我們事先畫出來的一個圖形 大家參考一下 大概情形就是這樣一個情形 這樣子 看完以後你就大概說 喔 原來它是這麼一回事 那有時候 一般草圖畫上去的話 你會看不清楚它是怎麼樣一個情形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這個 實際的一個狀態 一個草圖的狀況 這邊20 然後這邊是40 這邊主要是這邊的距離 高度 200 100 那這邊是50 這邊是25 那我看這邊 那這邊的50裡面 然後 外面R角35 這個就是裡面草的寬度 然後中間15mm 外進這個部分有25mm 外進這個部分就是25mm 第三個部分就是這個地方 喔 25mm 外進是25mm 那這個裏的邊緣是15mm 那這個裏的邊緣是15mm 大概聊給這個情形以後 我們實際來操作一次看怎麼樣來處理會比較OK 那我們就 我們就 將這個弓箭先把他隱藏起來 我們從上七準備開始 來看一下 100 200 OK 圖形轉生 圖形輸出 OK 那 那 這部分我們就開始 先讓他 增長除掉 增長填裂了 填裂了 這部分我們先把他漲到這邊 25min 25min Enter 這個就出來了 然後呢 我們從側面這個地方還要在補料 看一下 他這裡到這裡100 然後 上去以後 就一個30度的角度 然後這邊是40 所以我們從 這個地方把他補料 補到這邊過來 這是一個 比較投機的一個方式 從這邊 開始繪施草圖 本來這個是 他要我們自己建立一個 平面 好 那我們這個用比較 簡易的方式 這邊是40mm 高度 水平方式 然後這邊 建立一個 斜面 30度 然後 然後 記住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100 確定 這樣子 然後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是 貢獻對齊 像這個 圖形就是 完全定義 我們再把它補起來 確定先是層形 下一面 層形是 某一面 這裡 OK 然後這個 圖形大概就起來了 這個是為了 等一下我們做 另外這一個斜面的時候 方便 然後這個地方 我們要先把它除掉 看一下 這邊 50 37.5 25 那這邊到這邊是100 看一下 50 37.5 25 這個地方 繪出一個草圖 這裡開始 這裡開始 押紙 押紙 好,這個 是會選尺寸 這邊是50min 看一下 這邊是37.5,這邊是25,這邊是100 這裡到這裡 37.5 OK 這邊是25 100 那這個高度 都是10min OK 要選擇這個高度都是一樣的 貢獻對齊 OK 那就直接直接把它除掉掉 現在齁 生長除掉 這件生死是完全貫穿 OK 那 這個圖形就沒有問題了 537.5,20,100 對 就這樣子 那這個是 第3個步驟 我們把它除掉 再來 我們建立這一邊的草圖 我們看一下 那這邊呢 中心點到 這邊是50 然後呢 它畫一個 半徑 35的一個 半顏形 直接過來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這裡到這裡的距離就是70 然後中間它有一個洞 是15min 我們這個 先把它建立起來 OK 就是從這個地方 當基準面 正式 OK 看這個地方是50 看一下 一樣 選這個 我們從這裡開始 拉出來 拉上去 它這個邊邊到這個邊邊是切齊的 我們選擇一下 這個 跟這個 共線對齊 然後呢 我們選這個 部分 是50 這邊是 35 R35 OK 然後 這個地方 選一個 參考圖圖 中間 這個地方 它是一個15min的 別動 這個 這個洞 這樣子 我們大概這個 先把它建立起來 看一下 等一下 外圍,不能外圍而已 先把它建立起來 兩邊都是10mm 10mm 這個是25mm 統統先把它畫出來好了 OK 繼續畫 還有一個 25mm 輸合性尺寸 然後 在這邊 機型攻擊 這一條線跟這一條線 寬度喔,10mm 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 OK 現在 我們 先建立這一個面下來 縮選輪廓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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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的 也就是 成型到本體 包含的部分 全部把它寫下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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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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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部分 整個部分都 選好了 OK 這個出來了 第一個步 先把它漲掉出來 第二個部分 還是一樣 先除掉 一樣 我們用這個來做參考圖案 這個部分 我們就選這個部分 特徵 他是5mm 輪廓我們選出來 這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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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包括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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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這個 都已經出來了 第三個部分 就是這個部分完全貫穿 一樣 編輯 一樣 我們選擇這個 造圖案 參考圖案 那我們就是選這個 整個 這個部分 好 我們先選特徵 出料生長 選這個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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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四個點 點 這個是完全貫穿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這樣就完成了 這是比較 懶人的做法 再來 第三個步驟 第三個步驟 就是做 這一個面 這個面就是要靠實力了 我們要聯繫一下 怎麼樣來做這個面 參考幾何 基準面 用這個 第二個基準面呢 用這個邊邊 然後角度呢 我們不要90度 我們只是要幾度 喔 20度而已 角度20度 把它改回來 20度 OK 這個面 這樣就建立起來 然後 我們再從這個面 當 草圖 繪製草圖 喔 我們看一下 它離這個邊邊是15mm 然後中心點是40mm 然後繪製一個 50mm的 一個 霞草 霞形的 半年形的 摩子形的這個 這個 這個 拱門的 形狀 OK 50 40 15 OK 我們從這裡開始 我們這裡 這是 正面 一樣 我們從這個 當參考包 從這裡 搭上來 標誌 這裡到這裡 到這裡 45min end 這邊是40 40min end 然後這邊都說50,所以這邊是25 OK 然後中間它有一個洞 順便把它畫進來 25,裡面是12 兩個都把它畫起來好了 25,12 再畫一個 智慧線尺寸 這邊是25 這邊是12 OK 好,這樣子我們是完全定義的 我們就可以來 伸展 填料 我們先限制輪扣 這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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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下伸展 成形是本體 成形是本體 這個面建立起來 再來我們還要從這個面 因為它要 再長出一個料出來 這個高度是15 15min 然後再一個動作完全除掉 15min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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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 參考圖元 我們看 從這裡 參考圖元 現在是長中間的部分 所以 選擇輪口是這個部分 15min 再加一個 測試 OK 這個圖形 這樣就出來了 第3個部分 這個要完全貫穿 選擇這個面 然後選擇這個地方 參考圖元 特徵 除掉生長 給定深度 是完全貫穿 OK 兩個洞都完全貫穿 這樣整個面就 對 對 這樣子 第3個部分 最後的部分 就是 我們這個地方有一個 50min的 這個半圓形 要把它除掉到這個邊 然後注意 這個地方到這裡 是60min 從這裡 從這裡來 除掉 50 然後 這個 距離 5min 要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 5min 好 我們來 最後來 處理這個部分 從這裡開始 橙式 我們隨便 先 畫一個三角 虎 好 這位行尺寸 我們這邊 到這邊 它是60 要求60 OK 然後這個地方呢 它是 50 50 半圓形50 好 再來 最關鍵的一點就是 這個地方 跟 這個邊邊 這個距離 我們來看一看 我們來看一看它的 植物性尺寸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距離 這個先不要管它 然後我們按 按導線 用最小 它要求我們 至少要5min 按導線 按 大概 這個情形 就出來了 然後我們這個地方呢 還要一點點 我們先畫一條 把它除掉 一樣 從這裡 到這裡 大一點就好了 那這樣子 就可以 除掉 除到哪一面 成形 某一面 是這一個面 OK 好 這樣整個 圖形大概就完成了 我們將這個面 先把它隱藏掉 好 這整個層 圖形 就完成了 我們可以去檢查看看 跟原來的圖形有沒有一樣 看一下 這邊54 10min 7.5 25 這邊100 這個正確 這個是100 200 正確 這個30度 40 OK正確 看一下 主要是這個地方 10min 10min 這邊中間50 R35 寬度 然後這個深度是5min 5min OK的正確 再來就是這個的部分 角度是 20度 20度 20度在這裡 中深40 這邊寬度15 裡面 外面R25 裡面直徑25 中間 是12min 然後高度 增長高度 我們高度沒有出的 這裡 15min 所以說整個圖形 是完全正確 好 那這個 木頭顏色是我們把它 也故意畫上去的 這個是 我們剛才有 他用前景的這個 這個木頭顏色 好 那 背景 這是原來的背子 你如果 他有其他的背景也可以 好 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們今天視頻 就到這裡 結束 OK,今天的繪圖視頻已經結束 希望看完這集視頻後對你有所幫助 在Sallyworks 3D繪圖技巧上若有任何問題歡迎來信 我懂的是會盡量回答你 若你有更好的繪圖方式也請你告知指教 正所謂教學相長,看得越多,學得越多 喜歡我的視頻記得訂閱,點一下讚,幫我加油打氣 按一下右邊的小鈴鐺,有新的視頻就會通知你喔